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收盘的时候指数是小跌了34点 那10664点做收 好 那指数呢一直维持在这个区间里面 上上下下 那上去之后创新高又拉回来稍微震荡一下 好 但最重要的就是说呢 那其实重点呢一直跟大家说就是在个股上面 这其实真的最重要 因为呢让你赚大钱的 甚至说现在最容易赚钱的就是在个股上面 好 所以你只要把后面的股票把它锁定起来 才跟大家说那就把有爆发力的股票 跟我们锁定起来一档一档来操作 那其实最重要就是这里开始 有梦的股票你记得你一定要把它锁定起来 一定要好好的操作 那尤其是那种空间很大的股票 你记得过程里面虽然不一定是每天大涨 虽然不一定每天涨停 但是你常常就会看到一路往上面续创新高 好 所以再跟大家说 那一小段时间你就会发现 那开始越来越差距越多 上面一路创新高的时候 你的获利就会越积越多 所以我才说其实就把好的股票锁定起来 一次好好的搭转就可以了 那这段时间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资金锁定好 然后持续来操作 好 所以当然是后面有爆发力的股票 那因为我们都公开说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所有看节目的人应该也很清楚 那你有看节目的你都知道 甚至于你任何时间买都一样可以赚钱 其实你任何时间买都赚 而且买越多赚越多 所以我常说为什么很多资金大的朋友 很喜欢我们的节目 因为他知道他看节目之后 他可以很轻松的买 可以很轻松的赚 那有量有价也是你要多少都有 每个人都可以赚钱 那不管你的资金有多大 大小都是一样 小资金你当然就可以一次就把它直接买好 那大资金更好 因为大资金有个好处 你可以一次赚薄 对不对 你一次可以赚得够 你可以买得很多 因为你要多少都有 你可以大笔的资金下去之后 一大段把它整个赚下来 那就会很痛快 所以我说这都还在进行中 所以你会看到一路创新高 那一路创新高很正常 因为本来就会创新高 那甚至于可以说主身段都还没有正式开始 还会一路往上 所以我说一定要把握 一定要把握后面可以持续让你赚大钱的 好 我们往下看 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不是奸才告诉你的 当然不是奸奖 这是在76块钱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无论如何一定要锁定 好 无论如何一定要锁定好 后面爆发力超强的股票 那后面空间都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的人呢 无论如何一定要跟上来 一定要把握 所以你看到当时呢 就是在七字楼的价位嘛 七字几块钱啊 那我说那空间非常的大 那也把整个逻辑都讲很清楚 所以你如果知道这整个逻辑 整个故事的 你知道后面你会面对什么样的利多 你有多少利多可以期待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你要把握嘛 那你中间过程你该买就会买嘛 你该押就会押 所以你要赚大钱的最重要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你该买都有买好 对不对 该赚都可以赚 然后后面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轻松 然后一路打赚 因为你把股票该买的都买好了 该掌握都掌握到了 你剩下来就是等着赚钱 而且你会发现你马上就可以赚 而且越赚越多 所以我说你还没有跟上来的人 为什么说这个最轻松 而且可以让你直接赚大钱的方式 你一定要来体验 那你还没有试过的人 也一定要把握 好 那么 这是法人预估的模式在120万人的时候 单月的营收就可以到10亿左右 那用15%的净利率去算的话 单月的EPS就已经可以到1块钱 然后单击3块 那么这在11月初76块钱买的时候 就已经跟你说登录的人数已经突破120万人 而且还在一路往上 那那个时候已经突破150万人了 而且还在一路上 所以我说其实如果是比较熟悉这个产业的人 就知道这爆发力有多大 那跟别人拿点不一样 那为什么他可以再刷新这么多的新记录 包括新的游戏上来之后 第一年的营收的记录 还有第一个月的记录 然后还有包括全球第一次占上一亿美金的销售记录 这全部都是这个游戏所创下的 所以他的东西跟其他的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异性 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用过往的经验 或者过去的一些东西来看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说这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长卖型的游戏 而且非常非常强 好 所以我说很多玩家都在等这个 那而且都是拿着现金在等 意思就是说这不是随便玩一玩而已 大家都是准备要下去 拿钱下去 那么直接就下去玩大的 所以这是在这个游戏的特色就是这样 所以他的营收获率都会非常强 那单单是登录人数 在76块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已经开始一路领先了 而且遥遥领先 所以照这个速度来看的话 后面会非常的惊人 因为还在一路增加之中 还在一路往上 所以我就跟你说 这是在韩国第一年发行的时候 首发的第一年就已经刷新 新高的记录 到现在的记录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你其实真的是每天都可以买 然后每天都可以赚 真的你任何时间买的人都可以赚钱 这样讲没错吗 你任何时间买都可以赚吗 买越多赚越多 你不管早一点晚一点 你反正全部都赚钱 你反正全部都赚钱 而且我要先恭喜你 你后面还会赚更多 因为我跟你说到现在为止 你看到都只是初生段而已 初生段还没有来 那现在正准备要开始而已 所以还会更高 所以一路刷新新高会非常的正常 在往后的日子里 你看到的时候也不要意外 因为本来就很正常 就会一路往上 那你都有很多可以好好买的机会 你不是只有一个买点 你好几次可以上车 你都可以赚大钱 那你任何一次上车 你都可以赚钱 任何时间买都可以赚 你每一个买的都赚钱 都可以持续大赚 好 所以往上面站上了八字头 然后一路往上 然后所以我说标股本来就是有料有价 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为什么很多资金大的朋友 喜欢跟着我们做 因为他很清楚 他可以很轻松的获利 可以很轻松的赚 他可以要买多少就买多少 是不是他可以一次赚够 他可以把他想要赚的钱 一次把他大赚下来 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观念 我说一档股票要涨一倍的时候 你其实都不用想太多 你就把它锁定下来 锁定下来一开始你该买就要买 然后你该压要压 你就算头尾你少一点点都没有关系 你还是会赚非常多 所以我说一档股票涨一倍的时候 你就锁定那一倍 要涨两倍的时候 你就锁定那两倍 你锁定起来之后 就算你去投去尾少一点都没有关系 你一定还是大赚 你怎么样都是大赚 你根本就是赢定了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好 这种股票你一定要跟着全力来操作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长项 最会带你赚大钱的 最会带你一路赚的 最会带你整段锁定的 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累积最大段的获利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跟好 对都会很快的赚钱 好所以到120万人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惊人了 那人数刷新到150万人之后持续在往上 然后已经到了238万人了 所以11月初的时候最新的数字就已经到238万人了 然后准备要正式上线 这是史上最强的游戏 好所以我说任何拉回你都要把握 我说你一定要把握 那刷新新高 我说你一定要锁定 这是礼拜五我跟你说的 有没有礼拜五我跟你说 我礼拜五是不是跟你讲 你一定要全力锁定 你不要看到震荡一下的时候 很多人震荡一下的时候你就出掉 那或者你在短线上面来来去去 那你知道一档标股在上去的时候 如果你在短线上面 有时候你没有把它锁定下来 你在里面追高杀低的话 到最后你把它赚不到大钱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锁定好 你一定要持续锁定 那我说很快就会刷新新高 很快就会再往上 好我们看到今天的局子 那么今天持续往上 所以你所有有买的人全部都赚大钱 今天再刷新新高 那每一个买进的人全部都可以去赚钱 98.5元今天再刷新高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好 你任何时间买都可以赚 其实你真的任何时间买都可以赚 都可以一路大赚 对不对我是不是一开始就讲 真的可以随便赚钱 因为我就说其实你可以很轻松的获利 那现在登陆人数已经很高 现在预先登陆的人数已经238万人了 那么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累积之中 所以预计到时候新的公布的新的版本 新公布的数字会突破这个数字 预计会往270到280万人走 那这数字其实会有非常可观的贡献 数字会非常强 那么这个登陆人数其实 韩国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预先登陆人数是550万人 现在是韩国的43个百分点 那如果你有韩国当时的数字 还有韩国后来衍生出来的获利 来算的话你就会知道 这个获利会非常的强 这个获利会非常非常的惊人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 那么人数已经登陆到刚时呢 当时韩国登陆人数43个百分点 而且还在持续增加之中 那么台港澳呢 大概是3000万的人口 那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呢 那还有大陆跨海的 因为大陆的人来说的话呢 与其去玩韩国的 因为语言不通 所以一定是玩台版的比较好 所以呢除了台港澳 3000万人口之外 还有潜在大陆跨海的人口 那这一块的人口更强 所以加起来的市场 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后面你会看到 一大串都是利多 全部都是利多 10点点非常好 都非常的好 因为12月初开始 那预计12月初正式上线 那12月初上线之后 再下来就是圣诞节 圣诞节之后跨年 跨年之后寒假 寒假以后农历年 所以一串下去 你会看到从12月份 1月份2月份 全部都是利多 然后刚好接到游戏的旺期 所以一大串下去的话 时间点非常的好 再加上现在的人数 已经直逼当时韩国登陆 人数的比例 已经是43个百分点的比例了 那因为台湾跟韩国的人数 比起来是有一些落差 以3000万人跟韩国 大概5000万人去比的话 那么现在的人数是扶摇直上 那么因为距离正式上 其实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238万人 预计还会再往上面走 那么预计会走到 270万人到280万人之间 所以这个数字会非常非常强 获利爆发结果很大 所以获利爆发结果很大 所以获利爆发非常强 一档就可以打转 所以我才说你要锁定好吗 一档就可以赚钱了 你其实都不用想很多吗 你不觉得你不用想很多吗 你任何时间进来都赚钱 你只要有买都赚 你只要跟我一起锁定 全部都可以赚钱 每个人都可以赚钱 那你资金越大的 你当然可以赚的越多 所以我说一定要把握好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 还没有赚钱的朋友 一定要把握好 那就锁定后面要喷出的股票 所以我常在讲 一定要把握好 因为有很多可以让你赚大钱的机会 所以我常说 这个观念你要记得 你其实就锁定就可以了 因为你一百万的资金 其实一档就可以让你大赚 那你其实你可以有一百万来操作一档 那我相信一档就可以让你直接赚大钱 好 因为直接锁定一档股票 其实是获利最多的 其实是最容易赚钱的 真的很多人买一大堆不一样 你会发现真的到最后 让你能够赚大钱的 人工让你一百万变两百万 两百万变四百万 能够看到一大笔的数字 上百万的获利 能够让你有这种数字的 你一定要这样操作 你一定要知道 你其实只要用一百万来操作就可以了 因为你一百万来锁定一档 一百万翻一百万 你直接就可以赚到那一笔数字 那你赚到那笔数字 你就知道 锁定一档好的股票 你会赚非常的多 所以还没有跟上来的人 替你锁定的都是非常强 非常有爆发力的 还没有跟上的 一定要把握 好 我们等一下要讲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其实 对你还没有赚钱的人 我觉得是很大的帮助 因为你常常会看到的是 盘面上已经看到的利多 但是你还没有看到的是 后面衍生出来要发酵的利多 所以已经在盘面上的利多 跟正要发酵的利多 它是不一样的 但对你来说什么更好 当然是那种快要发酵的 正要发酵正准备要分出的 所以我说那对你会更有利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讲新的话题带回来